所以這個學期 我們Photoshop至少要學到第一類跟第二類 等於是比較基本的 像是基本的工具 所謂的基本工具就是Photoshop旁邊這些東西 包含就是說你要選取影像的話 你有很多種方式可以選取 這邊都是選取的 這邊是裁切 看你要怎麼裁切 甚至你要怎麼選顏色 等等這邊有滴管工具等等的 或者說你要移除一些你不要的東西 甚至可以移除紅眼等等的相關工具 也就是說這邊所有的工具 你們不妨 如果當然我們沒有用過的話 你們不妨可以找一下 理論上在YouTube上面應該都有教 就每個工具 比如說像那個紡製工具 這個也還蠻常用到的 假如你要把A複製到B的位置去的話 你可以用紡製工具 可是紡製工具該怎麼用 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可能你在YouTube上面稍微找一下 Photoshop的紡製印章工具 你會發現 其實YouTube上面應該蠻多這種類似的教學 反正至少這學期 最基本的你要把第一類 就是基本工具部分 把它學會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Photoshop的相關樣式 包含就是像濾鏡 那濾鏡 之前我們用到一個 應該各位有比較印象 像液化濾鏡 就是可以把什麼 把眼睛放大 把鼻子縮小等等的 這個 當然濾鏡不是只有這麼單純的 另外的話還有像什麼遮色片 還有取代顏色 還有就是 混合模式等等的 或者像塗層樣式的運用 這些的話 這是第二類 所以大家會有這些相關的 那今天的話 主要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兩題 我們已經102、104完成了 今天的話 繼續再來看106好了 然後106部分的話 它其實 大概 第一個 當然我們就是先把TIFF檔 所以 一樣就是先開啟 那開啟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先把它放桌面106題 我把它下載解壓縮 106題的話 其實裡面總共有三個檔 我分別把它打開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實際上 TIFF檔這個實際上就完成了 我把它放最右邊好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主要有幾個地方 就是其實題目要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背景 它這個背景的話 實際上就是哪一張 你可以看到 這個背景的話 原來應該是這一張 那要把它變成像這樣 你會發現 到底 背景跟完成檔 到底差異在哪裡 實際上第一個啦 背景 它的什麼呢 你會發現 它的清晰程度有沒有 它變成模糊了 也就是說 像我們常常有一種 背景模糊的特效 這個特效有點像用那個 單眼相機拍攝的感覺 如果你用單眼相機 有沒有發現它拍出來 背景模糊了 可是主體卻很清楚 那這個有個專有名詞 叫做景深 也就是說你拍攝的時候 如果假設 你希望拍的人物清楚 然後背景是模糊的話 那你可以把景深調遣 那所謂景深調遣的話 意思是說 大部分都是 最簡單的方法啦 其實你就拿一個像長鏡頭 有沒有 長鏡頭 然後你記得對焦 對到人物 人物的眼睛 然後再拍攝 要不然的話就是用個大光圈 有沒有 像你們現在看那個 就是現在很多手機都標榜大光圈 有沒有 那光圈越大 相對的景深就越淺 那所謂的景深 你想說景深什麼意思 這麼專業嗎 其實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有點像是假如你晚上 為什麼你在晚上 比較沒辦法看很遠 有沒有風景 奇怪為什麼我看距離 反而看不 可是你如果 大白天光線越好的 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可以看得很遠 風景就會一目瞭然 那主要的原因 就跟你瞳孔有關 所以你的瞳孔 其實跟那個光圈有點類似 有沒有 你的瞳孔 如果放很大的時候 那光圈很大 那你自然你就看不遠 那如果說 你假如要看遠的話 你瞳孔要縮小 那瞳孔為什麼縮小 因為大太陽底下有沒有 你會發現大太陽底下 你的瞳孔自然會縮小 所以大太陽底下 你會發現 可以看得很遠 OK 所以大概原理差不多啦 那這個當然一些簡單的 攝影的簡單觀念 我建議各位 也許可以再瞭解一下 包含就是說 那個相機裡面的光圈 它如果大跟小 最後拍出來照片 有什麼差別 那你想說 那老師我乾脆就用大光圈 來拍攝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用大光圈 有一個很大的致命傷 就是因為進光量太多了 所以很容易造成你的照片 有很多的雜訊 反而會不清楚啦 OK 那所以大光圈 進光量太多會曝光過度 還有這個 那所以還要配合所謂的快門 那快門其實白話意思說 它開啟 這個開啟曝光的時間多少 當然越長的話 相對進光量也越多 所以這兩個是互相有個關聯性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去了解 所以第一個 背景部分 它要把它模糊掉 而不是用 那剛剛講的是 用攝影的技巧 可是這裡的話 是用Photoshop 裡面的高濕模糊 可以把背景先模糊掉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我記得它這個背景 本來顏色很鮮豔 大太陽下 可是呢 如果我希望把它有點像夏天的感覺 改成有點像冬天的感覺的話 怎麼樣把冬天的感覺做出來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一樣啦 光線越少 感覺那個顏色越暗淡 光線越多 越亮 你的顏色就越顯眼 所以其實 講一個簡單的道理 就是說 如果光線足夠的狀況下 拍什麼照片都好看 可是你光線不好的時候 你拍什麼照片都不好看 這個是基本道理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攝影棚 那個光打到亮到不行 如果你沒有進攝影棚 應該就知道 那攝影棚的光 哇 打到非常非常亮 那 那個道理很簡單 光線夠的時候 你要怎麼拍攝 其實都OK 但是你光線不夠 就是說你要拍 你要攝影 一張照片 絕對也不可能拍出好照片 這個是相對的關係 所以 有關攝影的一些原理原則 我建議各位可以調 但是先天 假設你都好了 這張照片 OK 你後天就不需要特別去調 那但是如果後天 你要做一些特效的話 如果我想要把夏天的感覺 改成冬天的感覺的話 那這邊好像題目有要求 請你把這個顏色 把它要求 第一個顏色就是 希望可以把這個顏色 改成飽和度不高 有點像冬天的感覺 那怎麼樣把色彩的飽和度降低 讓它看起來有點像秋天 有點像冬天 好像有不一樣的感覺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這大概第一個 我們背景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 實際上就是這個水管 這個水管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水管 後面也有一個 所以後面的話 它是透明度降低 再複製一個放背後 所以呢 它其實也是另外一張圖 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第一步 它實際上是 要把水管複製到這個背景上面 然後再把背景的部分 把它做剛剛講的 模糊 跟降低它的色彩飽和度 然後呢 並且再做出一個什麼 後面再複製一個 然後並且把它放到後面 變成有點半透明的狀態 然後前面有一個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 它本身就提供給你了 你可以切塗層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Water 你可以把這個Water的塗層 它其實已經幫你放在這邊了 只是說它眼睛沒有打開 隱藏起來 也就是說呢 你怎麼樣可以把這一點 變成一個像這樣的 有沒有 一個流水的狀態 它本來有點像一個點 怎麼樣讓它可以往下 那這裡的話 其實就會透過一個筆刷工具 可以把它往下刷 至於怎麼刷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理論上大概就是這樣 那今天這一題原則上比較簡單 所以請各位先把題目了解一下 待會我們一起逐一來完成好了 好